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耶稣捡损了谁作为祂的使徒 你好,我是Tim,是加拿大多伦多多目基督教会的成员 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一家学习 马可福音的第三章十三到十九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能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差异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纯柄赶鬼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还有西必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伴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 也有安德烈,菲利,尼多罗买,马太,多玛 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并奋怒党的西门 还有迈耶稣的加罗人优大 那么到目前为止,在马可福音当中 我们已经遇到了五个耶稣的门徒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可能没有其他人 只是马可没有提到他们 我们见过了西门,又称为彼得 和他的兄弟安德烈 我们还遇到了另外两个兄弟,雅各和约翰 这四个人都是渔民 在第二章当中,我们遇到的逆末 也称为是马太 他是一个税吏 那么在今天的诱读当中 我们见到了其他的七个人 这些人后来就是被称为十二个使徒 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一到四节当中 也有了相同的记载 在这里第十三节告诉我们 耶稣上山召唤了他想要的呢 与马太福音相比 马可就记录了这个细节 那么对这十二个人的召唤 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描述的 而且他也预示着耶稣在派遣他们 传教之前会赋予这些人一些纯柄 那么与马太不同的是 马可并没有直接称这些人为使徒 而是使用了使徒的定义 也就是派遣 这些人会被耶稣派遣出去传教 所以他们是耶稣的使徒 那么耶稣选出的十二个人是谁的 其中一些人我们了解很多 而其中的一些人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 那么每次给出使徒清单的时候 彼得总是列在最前面 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他是最重要的使徒 但是在圣经上耶稣从来没有说过 彼得也没有说过 我们所知道的彼得可能是使徒当中最直言不讳的能 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 他就承认了耶稣是上帝 之子的能 所以这也可能是他被犯在首位的原因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告诉我们说 彼得是乃至伯赛大 他在五旬节那天宣讲的第一篇的讲道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当中 向第一批归信基督的外邦人讲道 并且是彼得一书和二书的作者 那么安德烈是彼得的兄弟 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说法 他是将耶稣认作为彼赛亚 并介绍给彼得的 雅各和约翰也是兄弟 是西匹大的儿子 雅各章将成为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当中 第一个以基督的名义受难的使徒 而约翰则是在一世纪末才死去的最后的一个使徒 雅各没有写任何的圣经书 而约翰则写了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 二书 三书 以及歧视录 那么彼得安德烈 雅各和约翰 可能被认作是耶稣的内心的圈子 虽然他们一起经常被提及 但是只有彼得 雅各和约翰才会在 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中所记载的辩论 那么接下来是非力和巴多罗买 非力与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所读到的非力不同 但他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中的非力是同一个人 他就告诉拿大耶有关耶稣的事情 能不能相信 拿大耶和巴多罗马是同一个人 就像彼得和马太一样 他们都有两个名字 那么接下来是马太和多马 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那个人 那么多马最出名的就是 他宣称在见到耶稣之前并不相信耶稣的复活 在接下来的三个使徒当中 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 也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 有时也称为是小雅各 可能是由于他的身高以及其他的区别 那么回顾第二章 我们发现利末 也就是马太是亚勒菲的儿子 因此如果这是相同的父亲 那就使得马太和小雅各成为兄弟 从而成为耶稣十二使徒当中的第三组的兄弟组合 但是由于马可并没有将利末和小雅各确定为兄弟 而彼得和安德烈 雅各和约翰都确实地提到他们是兄弟的 因此这两个很可能并不是兄弟 而只是他们的父亲偶然是屠民的 然后是达泰 他就是在路加福音和使徒形状中的优大 之后是西门 那也就是被称为是愤怒一胆的西门 我们对这三个使徒的了解并不多 但这并不是说要建立他们的意义 而只是说经文对他们的工作没有更多的书名 最后是优大 他总是在使徒列表当中排在最后 并且总是和他的名声及基督的叛徒 或者背叛者一起被列出 预言说道米赛亚的一个追随者会背叛他 因此就选择了一个愿意做到这一点的有心人 也就是优大了 好今天我们的事情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在明天继续接下来的事情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